大約一世紀 科技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如果學生的學習能夠引入科技 這能夠提升學習能力 同時也能夠突破地域和時間的限制 過程中學生也能夠培訓創意思維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通過了電子學習 老師的教學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以及我們可以通過不同的平台或工具 令教學更加具效能 通過了資訊科的教學 我更加容易掌握到學生的學習情況 以及他們的學習部分 從而調色我的教學進度 電子學習有很多好處 例如能夠促進學生課堂內外的學習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態度 也能夠照顧學習差異 通過了教育的WiFi98個部分 我們學校進行了一個無線網絡安裝 以及添置了平板電腦 令教學更加具效能 以及學生學得更加互動 透過電子學習 我們會在課堂上即時上載作品 同學之間互相進行互評 老師也會給我們即時的回饋幫助我們學習 因為我們平時已經上網 如果那張上網融入了在課節裏面 就可以令課節更生動有趣 其實我對使用電子科技學習是全有疑慮的 首先會不會過度使用 令到學生無論是眼睛會傷害了 或者會不會沉迷了 或者會不會網絡欺凌 或者會不會被人騙 爸爸媽媽的支持和參與很重要 除了可以和兒女一起認識 往上世界和討論相關話題之外 其實這樣可以增進親自關係 亦更加有效地幫助兒女 善用這個資訊科技 在我兒子四五年級開始 已經開始會用一些電子產品 在用之前我們都會藥化三張 家長和年幼的兒女 就著網絡使用藥化三張其實都是好的 尤其是在他們剛剛接觸智能產品 又或者是擁有他們智能產品的時候 在過程中他們亦需要商討獎勵和後果 並且要確切去執行 但當中我們保持親子關係和溝通也非常重要 在電子科技方面 家長可以正面地去看這件事情 就可以多些與時並進 多些跟學生溝通 多些欣賞他們不同的能力 我覺得整件事會變得更加好 家長是一個觀察和輔助的角色 在雙方覺得舒服的情況下 可以多些留意兒子女上網的情況 當中他們的喜怒哀樂 究竟表達了甚麼訊息呢 平時我們都要開放聆聽他們的需要 在恰當的時候作出一個回應和關懷 使用資訊科技產品 要保障個人的私隱 最好不要隨便在網上透露個人資料 要為自己個人資料設定密碼 和定時更換密碼 另外也要安裝防病毒軟件 以免個人資料被電腦病毒洩露 要保障個人資料 過多的用途會影響眼睛健康 所以第一個規則就是盡少用 不是必要的 譬如不是做功課 就不好用 你做了20分鐘的電子產品 也好讀書也好 20分鐘至低限度要休息20秒 就是望20呎以外的東西 現在除了3個20 我們還加上第4個20 就是起身行20步 然後再回來 再做你的電子產品的工作 屏幕呢 它有光度 所謂Brightness 對比的Contrast Color 色澤 以及Hue 色溫 我們的建議都是 右那麼低調那麼低 盡量柔和 無論你是什麼電腦也好 電子產品也好 你不可以在黑暗中看的 一定要開著頭頂的燈 或者在這個自然光下面看 也都留意那個屏幕 角度 是要低過你的眼的水平 最好是10到15度 如果用桌面電腦 就是desktop的 那就是100公分 100公分大概就是3呎 就是一個成年人的手位 家長可以教導子女時間分配 也都讓她逐漸去建立這個自律使用的習慣 對於學生來說 他們去發掘自己的興趣 以及維持一個良好的社交圈子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同時間 自己也都要多點認識這個妄想世界 以及去欣賞子女的優點和長處 最重要呢 就是自己也要以身作則 其實家長應該首先關顧她們的情緒需要 以及去請她們暫時沒有回應網上的言論主 而第二呢 亦都要去讓她們去檢查私隱的設定 以及有需要的情況之下關閉她們的戶口 第三呢 除了家長自己要開解子女之外呢 有需要的情況之下 亦都需要找老師和社工的協助 但在平日 家長亦都需要去培養子女的尊重和禮貌 懂得去分辨網上的資訊 而最重要就是要記住 在網上的行為和現實的行為 都要保持一致的 我很享受我的學習生活 我期望在將來的日子裡面 我會透過電子學習學到更加多的東西